大家好,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深夜23点,中国足球突团重大喜讯 无垒成最大赢家李铁被打理 今天和球迷们一起来聊一聊 中国足球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啊,目前国足四日赛 十二场赛已经结束了六场比赛 国足仅仅取得一胜两瓶三负的产丹战绩 排在小组的第五名 竞决世界杯只剩下理论上的可能性 对于中国足球而言啊 本次四日赛确实是令很多球迷非常的失望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呢,国足的队员其实非常的努力 也展现去了顽强的拼搏斗志 但是呢,由教练组排兵不正的一些问题 导致国足失去了良好的开局 虽然后面两场比赛 国足的表现有所复苏 通过两个平局啊,拿下了两分 但是啊,现在距离小组前三名的球地啊 基本上已经拉开了差距 国足想要反超啊,难度非常的大 那么另外啊 就是国足花重金 规划了非常优秀的规划球篮 但是呢,教练组在请命四场比赛啊 却没有重用这些规划球篮 这就让很多球迷难以理解 当然了,离铁教练组给去的理由 是诺国父阿兰等球员啊 体能可能存在问题 因此啊,没有让他们首发 但是呢,在后面的两场比赛 诺国父阿兰等球员几乎踢满船场 他们体能也没有出现问题 而且用优秀的表现啊 打领了离铁教练组 那么因此啊,本次四日赛 请六场的比赛 很多球迷进行了认重的总结 这和得出来的结论是 对国足的队软 努力拼搏的精神感到满意 但是对于离铁教练组的 执教能力,执教风格 表达了不满意和质疑 那么就在近期 声音后十三点钟啊 中国足球终于是传承了一条重大的喜讯 根据媒体报道啊 国足头号明星吴磊 凭借着38.44%的得票率 成功当行为亚足连州最佳球来称号 很多球迷啊,也是为吴磊感到高兴 认为吴磊能够得到最佳球来称号实至名归 并且吴磊在得票率上面呢 成功领压韩国队头号明星 生姓敏,日本队头号明星 一东群也 可以看出啊,吴磊在外界球迷 以及媒体的影中啊 还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球人 当然了,这个投票啊 如果是球迷投票的话 那么中国的球迷啊,肯定是帮了大忙 再次啊,我们也表示感谢 那么另外啊,其实吴磊能够拿到周这家球连称号啊 确实是凭借着自己的强大实力获得了荣誉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啊,我列出两个数据 大家就可以看出 吴磊在本次四日赛上面表现确实非常的优秀 那么首先第一点啊 吴磊目前在四日赛上面总共打进了12个进球 排在射神榜的第六名 可以看出,吴磊就是一名天生的射神 那么第二个数据啊 就是在12场赛中 吴磊啊,总共打进四球 排在射神榜的第一名 这是凭借着吴磊的优秀发挥 才帮助国足啊 保留下了最后的折袖部 那么可以看出 吴磊的优秀表现 与铊教练组的糟糕表现啊 形成了新名的对比 铊铊啊,也是惨遭打力 而且呢,铊铊教练组 不只在赛场上面的表现 无法令球迷满意 而且更为糟糕的是 铊铊在赛后的一些争议言论 更是引发了外界的强烈不满 甚至足鞋啊 也对铊铊的一些争议行为啊 表达出了不满 作为球迷 我们希望啊 铊教练组要认真的反思 在后面珍惜后面四场的宝贵比赛机会 即使说最终无法屈信 球迷们也要看到 铊铊教练组带领国足 在国际大赛上面 展现去努力拼搏的意志 球迷们认为呢 今天分享到时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